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出来应该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吧 对 说句实在话 曾经是好朋友 这个时候这样见面确实是有点尴尬 但是我想请你说出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意愿 我今天有勇气站在这儿 就是想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 我没有抢彭严松 我真的没有抢他 没有抢他怎么变双你的男朋友呢 你告诉我 你有什么不满可以对我说 你别在这儿说 你闭嘴 这是我跟他自己的事情现在 就是 你敢抢我的男朋友 怎么就不敢面对这些东西呢 我跟你分手了 我们没有分手 分手了 你只是冷静 你没有跟我说分手 在公司里或者是在我们平时出现的地方 所有认识的人都在背后指指点点 我真的没有办法认真的工作 没有办法去生活 我今天有勇气站到着 我就是想把整个事情都说开了 说清楚了 我没有抢他 所以说完之后你误会 我知道这件事情 我不应该 你可能如果有错误的话 只有一点小错误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 你的前任男友现在在追我 我怕他 我跟何静认识四年了 在你出去玩 给你吃东西 给你买东西 你怎么 你怎么不说这些 哪一次不是你软磨硬泡 哪一次不是我 给你买东西 别让我去做 我患上 没问题 你怎么不说这些 我不是说我 我一直说我 我 对了 我 device 我有什么 我就是说我 我第一个 我 我就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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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是说你不想用了就可以扔掉 你想用了就拿回去 她不是说你不想用了就可以扔掉 她不是说你不想用了就可以扔掉 她不是说你不想用不想用就拿回去 她不是说你不想用这个 这么多年 你也没有从来 把我当成真正的朋友 没发现当真正的朋友 帮你那么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以后 你今天能这样 而且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我不想听 看我们以后 也没有必要做朋友 怎么敢再做你这样的朋友 怎么敢再找一个 你这样的朋友 那我还谈不谈恋 我记不结婚了我以后 拿着心带人 拿着你的真诚去带 你才会换来真心 你懂吗 我没有用心 拿去心了 保重 有关心 不要再被别人 疼啊 我没有想听 我没有想听 提供 阿靖 快把那个解回来 我不想要 没说让你要 解回来 先把它解回来 你看着他们两走 你特伤心吧 不伤心 真不伤心 你觉得 刘山比你好在哪 你看他没有你家友情 然后呢 也没有你的气势 他怎么就 获得了彭言松的好感 会装可怜呗 会装可怜 看他多可怜啊 一上来就哭哭哭哭的没完 那你会装可怜吗 我从来不需要张可怜 但是你现在可怜吗 我不可怜 那就别哭 我没有哭 有时候呢 家庭富裕的孩子啊 可能呢 他得到父母的爱 也是用物质在满足他 所以他习惯了 用物质来去表达 他对人家的爱跟关怀 但是呢 叫人家闭嘴 这是非常没有礼貌的行为 说难听的 他不是 没有礼貌 他是没家教 他父母给了他钱 没有教他怎么做人 其实他的父母 对他的爱的方式 就教会了他 用这样的方式去爱别人 而别人恰恰不喜欢 这种爱的方式 我觉得今天的事情 给你上了很好的一课 你不要恨他们 首先你的亏密 从来没有抢过你男朋友 你男朋友是在 清楚的跟你表达了分手 这一个事实之后 人家才开始新的恋情的 我觉得你要好好的学习 怎样去爱 这不完全是他的错 父母纵容他 朋友也不说实话 这朋友其实也不是什么好朋友 男朋友也不是什么好男朋友 男朋友虽然说在生活当中 说过他 但其实肯定没有言辞的去教育 去帮助他 他今天这个后果 难道不是他身边的那些人 所纵容的吗 所以他其实挺可怜的 如果他能够早点来这个舞台 或者早点碰上我 那样的人 我一桌给他搬过来 你信吗 我要是你爹 我今天把你带回家 先把你的头发给你搅了 第二我断了你的口粮 该上课上课 该回家回家 逛什么街啊 去什么夜场啊 到那时候你就会发现 第一只有爸妈好 第二好朋友真不多 第三没钱的话 身边的人 原来你没有容貌的时候 可能你会拥有一份温暖 现在你有容貌了 你得到了很多很多 可是另外一样东西 我觉得很可能就彻底失去了 我觉得你今天胜算不大 其实我倒是挺支持他呢 我觉得如果你好好回来跟他去认错的话 我觉得你们应该还是相爱的 是我是支持他这么做 不过今天他重点的是检讨他自己 其实你现在不仅仅是在做事业 你更重要的是你在享受别人对你的关注 尤其是男性对你的关注 你要很诚恳的去为你自己过去做那些事情 检讨一下 给你男朋友一个很明确的说法 容貌 是一把尺子 对外 是一把尺子